哇塞 嗨 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良香大学生这边的公园转一转 是一个很神秘的公园 神秘就神秘在它很神秘 我已经到了良香大学生公园这边了 今天是2022年的5月3号 是五一长假的第4天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些 我来该看的东西走 Let's go 这边有一大片的花地 这边是良香大学生公园的一个广场 这边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良香校区 这个是理工大学的体育馆 这边有个空中站道 我们去走走看看 这边的展道倒是挺油精的 现在我来到了良香大学生公园这边的一个空地上 可以看到这儿有两辆装甲车 这个就是某男应该看的东西 等一下我们去探明一下 是不是因为它对面就是北京理工 所以这边放着两辆装甲车在这儿 我们先来看这辆装甲车 可以看到这儿 这边有些射击孔 把这个盖子打开 应该就可以把枪伸出来射击了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副主能 可能可以摸一下这个铝带 哇塞 走 我们进去看看 哇塞 真高啊 还有个拉手 走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好 从装甲车这里面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装甲车的视角 这个就是装甲车上面的一个视角 这个也转不动 好 这儿还有一个拉手 前面是驾驶舱 看看 这个驾驶舱太小了 不错 可以看一看装甲车里面的一个构造 好 现在我们从装甲车里面下去 这里面真是太窄了 可以看到这是装甲车的一个后门 我们从后门上去看看 好 进来了 然后这是一个驾驶舱探出的视角 可以看到这个驾驶舱也是非常的窄 它应该不是从这进去的吧 算了 我们就不进去探索了 好 现在我们从装甲车上下去了 这个装甲车的内部空间比刚才那个要大一些 可以看到这两个旁边原来应该是有两台座椅的 现在把它收起来了 这个装甲车呢 这儿也有一个设计孔 可以从设计孔看到里面 这个就是里面的内部的一个视角 可以看到这儿设计孔 从设计孔看到外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角 好 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大家分享 点赞 收藏和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